7時天王掃昆凌8號出席供應活動 擔任愛心大使的她 特地從上海飛回台北 為等家寶寶做餅乾 一賣木款 這是人美心也美啊 對 因為我覺得我對於寶寶 可能當媽媽之後 對於他們就是心裡的負擔很大 覺得看這些寶寶 就是很需要大家的幫助的時候 我覺得如果我不來幫忙 我覺得我很會對不起這件事情 我會心裡覺得很有愧疚感 身為新手媽咪的昆凌 對女兒小瘦週也是有一套自己的育兒經 什麼 這麼美麗的昆凌 居然是黑臉虎媽 對 她個性其實是挺固執的 然後她就是要什麼東西都一定要 不然她就會開始尖叫什麼的 然後我才發現 我在她心裡面是虎媽的角色 因為我每次這樣 她就會好像會跑到撞 所以她就扮黑臉 對 我是黑臉的角色 對小孩來說 其實好像不用做什麼功課 其實就要很有耐心 然後跟 其實看她們想要幹嘛在幹嘛 因為如果你準備好 她們都會做出一些 讓你就是沒有辦法 做好準備的事情 除了當小周周的好媽咪 昆凌也進去好萊塢當情女搭載 她原本陷入了她個性大反差 鍛鍊體能讓她每天 很興奮的期待打戲 沒想到意外發現 小周周潛在的暴力因子 其實我覺得我還滿興奮的 因為每天都訓練兩個小時 然後我每次都會問說 今天可以打戲了嗎 今天可以了嗎 就是很想要趕快 很怕自己的狀態 就是如果突然感冒 或什麼狀態又不好 所以很希望 在好的狀態的時候 趕快把打戲拍完 女兒好像也會受你影響 對 個性也會爆了 我相信這句話還是天生的 對 比較像誰 這一點應該比較像我 比較暴力一點 WOW NEWS新聞網採訪報導 謝謝 張教代 我會解釋 我們會見